大家好 欢迎收看离岸风电的荣耀传说 我是黄家伟 2023年的夏天对台湾绿能发展来说 绝对是跨出了历史性的一大步 台湾的能源发展大战略上 从陆地往海洋延伸 创造了全新纪元 后面这艘船环海翡翠伦 就是台湾绿能大步迈进的关键 这艘由台湾国际造船股份有限公司 打造的海事工程船 是台湾造船史上的第一次 台船公司成功让这艘船成为 全世界第二大的风电浮吊船 它的工作甲板上 一次可以放上三组风力发电机的 海上机装 这对离岸风电的硬体建设效率 有非常大的帮助 而这艘船最厉害的 就是船上165公尺 将近55层楼高的工程吊壁 它可以吊起海军中型的军舰 可以负重大约3000辆汽车的重量 这是台湾造船技术的突破 更向世界证明台湾顶尖的造船工艺 那海事工程的船非常的缺乏 这是台船的第一次 也可以这么说 这是台湾的第一次 成功打造出海事工程船 两年半以来 都没有回家吃过晚餐 因为每天下班时候 我们要做检讨 我们要去看 进度什么地方有问题 春节过年年假期间 都在船上 而且年假期间 也没回家吃晚餐 为了把环海翡翠轮做好 总经理和全体员工 就是日夜赶工 没有平日假日 也不管晴天还是雨天 我觉得是南台湾 7月份是最热的时候 我一直记得那时候 师傅坐到最后一段 67米的地方 你每天你爬那个楼梯 爬到67米的时候 你已经汗流加倍了 所以其实做这一台OMC吊车的时候 真的苦了这些师傅 为了能源转型 为了绿能发展 台船接受国家任务 为离岸风电海上施工 打造出全球第二大的风电船 环海翡翠轮 码头边聚集了三四百人 利用早上几分钟的时间 活动辛苦 打起精神 迎接忙碌紧凑的一天 顶着大太阳 埋头苦干 这一群人不怕流汗 不怕辛苦 因为他们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现在这就是控制室 那现在在做风板的动作 然后还有一些系统的测试 包括现在在做火警的系统测试 在我们拍摄的这一天 机舱控制室里正在进行施工与测试 十坪左右的空间集了七八个人 而这还只是一部分 整艘船总共有将近一千人 同时忙碌着 为的就是要完成台湾第一艘 自制海事工程船 环海翡翠轮 全长216.5公尺 宽49公尺 身16.8公尺 载货面积8200平方公尺 相当于1.3座足球场大 环海翡翠轮 不仅是台湾第一艘国产浮吊船 更是全球第二大的浮吊船 肩负起国家发展离岸风电的重责大任 这里面有很多很多都是台湾第一次 我们不只说是台船的第一次 应该讲是台湾整个造船业的第一次 我从62年到现在一直都在造船 也没有离开过这家公司 我造过所有的上船 这一艘水翠轮是我这52年以来最复杂 而且它的工作量是最大的一艘 很多的问题都是也都是第一次遇到的 所以这艘船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新的挑战 过去台湾没有打造过海工船的经验 一切只能靠自己摸索 其中最让人伤脑筋的 就是甲板上这个庞然大物 这个吊车的话可以提升到165公尺的高度 然后它的360度的危险 所以每一个方位它都可以吊得到 不需要担心到它有盲区的位置 它的板的厚度是75mm 对啊当然75mm你焊工在焊的时候 而且它的品质又高 假设缺陷是刚好在中间的位置 你真的就要哭了 为什么 因为那些焊的地方都没有用了 全部要用钩菌钓 是 这次台湾第一次造 所以这个技术对我们来讲 是很具代表性 这台主吊车是环海翡翠伦的突破之一 抓吊重量达到4000吨 除此之外 吊车上的吊沟也有玄机 在后面的山有三个吊头 那最右边的那个吊头是 可以吊几到250吨 中间黄色的那个吊头 可以达到1500吨 那最左边的 绿色跟黄色相连的 底下那个吊头 可以达到4000吨 我们是从去年7月18号开始安装 到我真正结束的时候是2月份 对啊 等于这台OMC吊车整整 其实也整整快做了6个多年 一开始在建造 船中有对它底座的加工精度特别要求 所以刚开始在做的时候 光为了寻找可以加工 这个底座的厂家 一开始也跟传统上面花费大概4到5个月 因为这种加工机器是特制的 没有一定的规格 花了三年的时间 总算完成台湾造船史上最艰难最复杂的人物 目前是我们全公司士气最高昂的时候 我们全体同仁参与的同仁都目标一致 我们也没有分假日也没有分晚上 我们是24小时有轮班在工作 累的话就是一定的 只是在建造的过程中慢慢看到 整个系统慢慢整个建立起来 然后慢慢完成完整了 就是让我们会有一种成就感 就是看到我做了这么久 系统终于慢慢运转起来了 心里当然会有一个想说 这艘船我曾经在上面参与过它的建造 不管以后会怎样 说不定一二十年后小朋友看到说 这个船我还很骄傲跟他讲说 这当初是爸爸造的 所以我有信心 那个主吊车的测试 一定是没有问题的 吊臂测试是环海翡翠轮 能不能成功的关键 第一次的测试 所有人聚精会神 有点严肃 也可以感受到压力 勤前准备会议结束 测试立刻展开 明镜与点点栏目 光是将海上的舶船拉里水面 就很花时间 接下来要测试吊车的旋转角度 就是蓝神的那个蓝神要稍微松脱一下 因为它打水可能会牵制住 所以放松一点它船打水会比较浮 不会受限制 它要放松蓝神嘛 然后我先来教人家去按便 把那个蓝神放松 然后让它创标 创标 固定在什么地方 状况顺利解决 第一次测试成功 而在吊挂过程 船几乎没有晃动 相当平稳之外 也非常安静 但这场考试还没结束 两天之后的超负再测试 才是重头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场测试攸关船体的平衡 重力以及掉币的安全 也是环海翡翠伦的毕业考 现在已经掉骨离开甲板 差不多应该有一米左右了 所以你看看那个灯底下已经离开甲板 所以现在是keep在这里 等一下会有做一个往 走旋去回转出去的一个动作 然后会再回来 目前现在我们从左旋旋转到零度之后 我们待会会再往右旋的角度过去 大概在270度的左右 所以会这个时间点会慢慢的去做移动 吊车缓缓移动 就在一切很顺利时突然 警报声响起 吊车缓转的速度太快了 那因为吊车缓转的时候 中心会偏移 船会产生残垣 但是因为水来不及 就是没有同步跟上 所以就造成了船 船身横勤的角度比较大 那因此我们就紧急先暂停 然后让水重新调整了之后 我们再慢慢的开始 经驾驶台跟控制室不断确认后 吊臂终于再次移动 这时天色也渐渐亮了起来 代表说这个吊车能够吊到最大支了 没问题 4400吋都已经可以吊起来 所以任何的贺重队量来讲 已经不是什么问题 经过七个小时的考验 环海翡翠轮成功过关 我觉得我非常的兴奋 因为我们这个过负载的测试 终于完成了 这是我们期待很久 我们也努力了非常的久 所以说我们今天的心情 是非常非常的兴奋 所以我们是非常的期待 我们也非常有把握 因为我们在这个大吊车 在安装的过程当中 我们花了非常多的功夫在这上面 所以它测试时间比较久 都排了大概两三年都排好了 这个做完之后 现在第三阶段 第三阶段的这种封场 大家都在争取当中 真的我是感觉 把它培养到长大的做得漂漂亮亮的 然后架出去 让它去发展它为了的人生 这条船我们的期望更大 因为这条船是台湾自建 自己设计的一艘浮吊船 我们希望台湾可以因为这条船 让整个风电的发展 能够更进阶 不只为台湾的离岸风电 开辟新路 黄海翡翠伦也为台船的转型之路 开启一扇窗 我们跟其他的国营事业 不一样的地方是 很多国营事业它是打国内杯的 我们是打世界杯的 我们所有的那个业务 要跟全世界所有的船厂去抢 所以我们这几年是搭配政策 走向国建国造 走向离岸风电 然后希望这台船触角大一点 多角化一点的来经营 这是台船的未来 不仅是挑战 也是学习 更多的是人才培育 透过一次次经验累积 让走过半世纪的台船 打造属于自己的荣耀传说 有这一艘以后 我们的台湾的工程的领域 从路上拓展到海边 已经拓展到整个海 我们的海域里面 我们都可以有施工的能量 它应该是一个 我们台湾工程界 从路上走到海上去一个 跨世代的一个新纪元 万海翡翠伦的诞生 不只是造船技术的升级与突破 也为台湾离岸风电 能源转型 立下耀眼的历程碑 过去台湾没有打造 海市工程船的经验 不过靠着台船自己摸索 克服了各项技术困难 完成了这艘值得骄傲的 环海翡翠伦 刚刚我们看到了工程掉币的测试 大家可以发现 在测试的过程当中 不论掉币转往哪一个方向 环海翡翠伦都没有太大的晃动 船身始终能够维持平衡 这是因为在船舱底层 有非常精密的调节水舱 透过水舱调整让船身倾斜 不会超过0.2度 不只如此 它还能够透过精纬度的精准定位 让工作船在海上可以定点施工 最大偏移的容忍度 只有一公尺 它是怎么办到的 接下来为大家解密 巨大船身缓缓离开高雄港 环海翡翠伦将到海上 展开试车行程 这次出海要测试船舶的推进器运作 行驶速度和安全性 等共超过30个项目 因为进行海上作业时 强劲的风浪跟海流 都在挑战环海翡翠伦 其中平衡能力是重点之一 我们这条船因为有大吊车的恶重 要吊的问题 所以这条船的T0 就是稳度对船上的非常重要 会牵涉到整个船的安全性 还有失风的效力 要如何在变动大的环境中保持稳定 关键就在左右平衡压载系统 现在因为吊壁现在在P边 所以现在我们的水都会压在S边 所以我们现在会看到说 我们总共有六个肠 然后有S边有两个肠 它注满了水 水就保持那个船的平衡 因为它只要超过0.2度 船的倾斜度超过0.2度 它就会自动摆平衡这样 这套系统是船只保持平衡的重要力气 在环海翡翠轮上 共有六个主要水舱 平均分布在甲板下左右两旁 每一组水舱中间有四个邦谱 当吊壁移动或海向不加时 只要船只倾斜角度超过0.2度 系统会自动调整左右压载 要是船身往左倾斜 邦谱将快速把水送到 左右两方的水舱中 借此抵消吊车回旋时产生的倾斜 稳定船舶 当船只在移动时 就可以看到数据的变化 这个一左一右 一左一右的话 然后每个的话都是双向的泵 可以一打进打出 所以可以很快速的调整到 每一个舱的一个高度 跟需要的稳度 那相关的资讯的话 我们就可以看到从这个画面上 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可以摆自动 它自动会给人家调整说 你要打多少水 它自动会涮 不止如此 动力设计也是一大突破 因为环海翡翠轮没有船舵 这是它的ER系统 因为我们这艘船的推进系统 它是车页跟它的转向是一体的 那车页带动会前进 就是靠我们电动马达 那转向的话 就靠这个ER系统去做一个转向 它也是很重要 没有它的话 等于你船永远就是执行 你要转向的话 就要靠直退这一步 整个就是 它是控制做的意思 做的功能 想要移动跟转向 就得靠分布在船首船尾的 八部推进器 但每一个推进器的角度 都不太一样 它安装的角度 跟以前我们造的船是不一样的 我们以前的船是直立 是有直立式 垂直式在安装 那这组程的推进系统 它是有角度 所以说在安装过程 还有加工过程 也是我们也是用了很多 很多的时间 去处理这个问题 实际到驾驶台看一看 就知道有多特别 这里面有八个推进器 全部都在这里操控 前面这两个叫左推 左推 左推器 这两个是升降队 就是它可以下到外面去 水下去做一个操控的 那平常没用它可以 收到里面来 在反应板里面来 所以是隐藏起来的 那这后面这四个是回推 它是一个前向式的 一个360度可以旋转的 一个推进器 而且这些推进器 除了控制方向 还能帮忙船只 在茫茫大海中精准定位 DP-3的话 全世界没有几艘船 有通过DP-3的确认 它DP-3的要求 就是说像我们这条船的设计 普世风力达到六级以下的话 我这条船能够在一米内 自动的定位在那里 偏离不会超过一公尺 所以这个是要靠 这个很强大的 这个把台的推进系统 来做个监控 DP-3 台上动态定位系统的运作 更是精密复杂 首先由船上七个控制站 搜集水流 风速 水声等资料 接着汇整到电脑系统里 自动计算 用电脑判断出移动方向 并传送到船上 发布推进器 透过推进器调整角度 跟推力大小 抵消船只受到的外力 让船身能稳定保持 在一定的范围中 不但机动性高 也不受水声或地质条件限制 我们以前做过DP-2 几年前做到的海上的运输船 最高最高到DP-2 它到DP-3 算是很高阶的一个东西 另外 《黄海翡翠伦》的 主角吊车上钢篮也不简单 它整个是一条线拉到底 就避免练合一个接头 一个插接的位置 减少插接就是可以增加 它安全中间 它拉开的一种风险 所以它是一个很新鸣的一个设计 用一个滑车的原理 可以节省力量 才能够吊到那么大 荷重那么高的一个荷重 只靠着几条钢篮 就能吊起4000吨的重量 而为了要提升吊车的安全性 特别在维杆上安装了缓冲器 预防失重时 伤害到人员和货物 我们这台吊车 它本身有一个 我们叫它叫BUP 它是当你钢篮如果在钓篮中间 有发生断裂的时候 它做一个缓冲的功能 让你整个人员的安全 跟吊车的安全性能大大的提高 避免伤害到物品或者人员 就突然间有断篮 断篮还是说脱钩 这种情况 这个船会造成船很过度的摇晃 产生一些不必要的风险 万一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 我们可以降低它的风险 但其实维杆的搭建过程困难重重 因为使用超越船舰强度的钢板 来因应海上吊挂 可能产生的瞬间拉力 虽然可以强化船身的结构 但也增加施坐上的难度 光是安装这一根白色的柱子 就是功夫 这个110公尺 这个怎么去安装 分成三段 第一段是在甲板上来6米的地方 第二段是在甲板上来32米的地方 32米高 第三段是在甲板上来67米高的地方 套上去以后还要电碳 下面这个地方的钢板厚 这样就这么厚 钢板这么厚 一面套上去一面这样的焊 它的钢板的材质是FQ70 FQ70的材质 它在商船的钢板里面 已经算是最top 最顶级的 它是百分之百UT 百分之百UT 不容许有任何电碳的缺陷 出发的 赢金银 刷子 花了一个月做完 现场的人觉得说 好厉害 你们台湾一次吧 一个月都把它做出来了 我说没有做过 就慢慢摸索 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摸索 才能成功打造出这一艘全台最强的海工船 台船的焊接和铁工技术无可挑剔 我们船艇上最主要的就是铁工跟电汉 当然你一条船 你要在水面上航行 很长的时间 当然你的电汉 你的电汉的品质 当然是要有一定的程度 才能在水上航行 钢材比较厚 这是对品质的保证 但是对我们来讲 初次的尝试 我们都有做好完整的准备 所以这个部分 当然对我们在技术上是有挑战 对我们整个公司在这个方面 这是我们公司的想象 是没有多大的问题 从初步的设计规划到执行完工 每一步都走得辛苦 就像开拓者一样 勇往直前 将工程范围从陆地上 往海上 为台湾的海事工程 开启另一扇窗 这离岸风电也是国家 赋予我们台船公司的事物 我们知道它非常的困难 也非常的艰辛 但是我们还是去做 当这艘船交完之后 我是莫名的感动 不断突破创造高峰 环海翡翠轮的重要性 不只是开拓出海上工程的起点 更展现了台船经过千锤百炼 坚实且精致的造船实力 与卓越工艺 跟大家分享几个环海翡翠轮的数据 这艘船上电缆的长度 全长有八百公里 使用的管件数量超过了四万六千件 这些统计很惊人 因为这两组数字 都比一般商船使用的数量 要多出三到四倍 这因为电缆很长 管件很多 管理起来非常需要学问 铺设的时候 一定要整齐有条理 这样在未来维修的时候 才不会找不到问题点 而这艘船的英文名字 Green Jade 背后的意义就是绿能 因为这艘船施工噪音不大 动力产生的废气热能 甚至还能转换成为 船上的电力 不管甲板上还是船舱里 随处可见人员正在施工 每个人都抓紧时间 打造环海翡翠轮 因为它比一般的商船 更加复杂 因为以我们的后柜轮来说 那个总米数 总共是两百公里的米数 这艘船是后柜轮的四倍 它达到八百公里的 电缆量 然后所以这艘船的布缆 对我们来说又是一个新的挑战 正常以商船来讲的话 它施工的难度甚至 它做一条可能可以做 二到三条的后柜轮 以我的经验来讲 在长两百一十六点五公尺的船身里 安装了大约八百公里长的电缆 这个长度不仅可以绕台湾一圈 也是一般商船的四倍之多 这么长的电缆到底该怎么铺设 可是一大学问 走进船舱里一看究竟 走到上机舱内 随处可见缆线悬挂着 因为铺设工作还没完成 原本上拉线的部分 最困难还是越出的线 因为这个线径它有非常的重量 然后再来是它不可以上到一套的表皮 不只动作要快 还得细致讲究 因为每一种电缆都有自己的美杆 而在众多缆线当中 就属它难度最高 这个高压电缆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最复杂也是最难拉的电缆 然后那这个线的等级很高 所以外皮不能伤到 伤到的话 它的耐压捐练测试就可能拉不过 所以拉这个电缆都要非常需要的人力 除了天花板上有电缆之外 地板下的夹层也是收纳空间 原理上每个地板上都是电线 整排的地板都是电线 然后地下的线也是用贯穿件 都是全部用MCT 别看每一条纜线 被收得整整齐齐 但其实要把杂乱的线路理清楚 得花一番功夫 这艘船的电缆 它是使用的是叫紧实电缆的电缆 它对于现场的接线施工上面 都是一个新的挑战 因为它非常的硬 另外还有一个是比较危险的是光线电缆 光线电缆它不能折到 一折到的话这条光线电缆 基本上是没有办法作用的 所以它是整个是直线 它不能有折角 除此之外 电缆的铺设也有一定的顺序 这艘船跟以往全部是相反 我们这艘船的高压电缆 是优先来铺设的 因为高压电缆都要在 我们的线架是算在最上层的地方 因为我们线架总共有五层 它是非常多层的 那它高压电缆 它是在最上面那层 所以我们必须要先把高压电缆 先做铺设完的动作 我们下方的动力电缆 控制电缆 信号电缆 才可以再做依序的铺设作业 最上层的是高压电缆 再来是动力电缆 倒数两三层是信号电缆 最后才是光线电缆 每一层都要确实隔开 才不会相互干扰 而这些电缆最后都会集中在这里 来到配电盘间 空间宽敞整齐 一排又一排的蓝色铁柜上 有着不同按钮和控制面板 根据不同电压来分配全船的电力 这里相当于船只的神经和血管 那我们这艘船的配电盘间 总共有两间 分别在一间在左边 一间在右边 那这间配电盘间呢 这是我们船上的所有的电源线 信号线 控制线集合的地方 总一集合到这里的配电盘后 我们再透过网路线与光线的电缆 然后传输到我们的 刚刚前面隔壁的机舱控制室那边 然后来做显示 不过这些线可不是装上去就没事了 日后的保养和管理也是问题 想要快速判断 到底哪个环节出状况 就得靠这一招 就像我们的一般的住家中 我们常见到的颜色是红色 白色 黑色 以及绿色 绿色通常就是我们的接地线 那我们这艘船上的最重要的接地线 我们是用黄绿色来做标示 那其他的颜色 黑色 棕色 灰色 也是我们这艘船的动力线 所以系统图它知道说这条线的线号 它头尾都有的线号 所以当你发现这个线号是有问题的时候 它知道对应的另外一端在哪里 所以只要在对应的另外一端去做侦测 这样就知道这条线的问题在哪里 只是说要重新换线 当然还是有它的复杂度 以我们前几年来说的话 还有坐另外一艘半船的船 它那艘船的量也总共是350公里而已 这艘船比较优是它更多的量 而且施工期间都是相同的 所以我们必须在短时间内来克服这个困难 黄海北区门那里的惊人记录 就是船上的管件超过4万6千只 比起一般商船的1万4千多只 多了三倍以上 光是墙上这些暗红色的管线 就分成燃油 滑油 冷却水等不同功用 其中燃油管线的要求非常高 我们就以最基本讲的就是蓝油 它的蓝油它就是要求整个管件里面就是 干净度一定要比我们这个地板里面的额饭 任何一个小灰尘混层都不行 如果里面没有杂质了 它才愿意让我们把管件接到机器里面 这个时间已经这样一台 至少要花个将近一个多礼拜 或两个礼拜 但除了管线之外 动力系统也有巧思 采用双燃料设计 天然气和柴油同时存在 对于海空船的动力更有保障 实际来到动力机舱里近距离直击 这边就是油机 一般我们讲的油机就是柴油来燃烧爆花 带动驱拐轴 然后驱拐轴的轴心会去带动 后面这一个发电机的线圈 让它产生供电 靠着液化天然气和柴油的双燃料 让船的运行更加可靠和稳定 同时产生出来的废气热能 还能转换成电力 它不会热回东西就是排烟管 主发电机的排烟管 因为有热度它会排烟管往外排的时候 有热度它就用水去给它做 加热 那个烟的热度去把它加热 那在这艘船我们也应用了 我们叫做有机的狼肯循环 那基本上它这个是用一个有机的容器 它的挥发性比较低 所以它在比较低热量它可以变成蒸气 蒸气循环之后再去推动我们的涡人叶片产生电 那一部发电机我们可以回收 大概200k瓦的一个电力 那这艘船可以回收800k瓦 除了减少飞机产生和燃料需求 还能降低碳排放达到节能目的 因为环海翡翠仁的运作全靠电力 透过热回收让电可以循环再利用 但是要稳定供电才是重中之重 走进主发电机室 就听到轰隆隆的声音 这就代表发电机正在运作 目前这里位处于在翡翠仑的心脏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机舱 然后我跟大家介绍一下 目前这边是机舱的右旋 有两部主发电机 纵落在前方的两个蓝色主电机相当醒目 后方银色则是一整排的油机 透过燃烧燃料带动发电机的运作 光是一组主发电机组就有13公尺长 而这样的主发电机在环海翡翠仁上共有四部 还有两部备用发电机 以及一台紧急用发电机 而每部发电机有一万一千伏特的电压 电压理论切怎么切怎么切去产生电 然后才靠那个传输上去 所以日常主要的电力来源就是靠这些发电机 没看在机舱里声音很大 其实走到了户外 就可以发现环海翡翠仑在运作时 几乎没有任何噪音 就是因为它全靠电力行驶 这艘船我们是电力推进系统 整个是电力 所以说这个用电力的部分 它这个噪音可以降到最低 除了强大的海上施工能力之外 还兼顾环境保护 实践永续发展 台船将环保 科技和工艺完美结合 让环海翡翠仑成为迈入绿电时代的 最佳领航者 明天帖 中特别人继续发展 中特别人12 中特别人 这次会让我们说 里面审计划 中特别人 不安 中特别人 中特别人 环海翡翠伦虽然是在海上施工使用的工作船 但它非常讲究舒适平稳 船上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 这里的居住品质绝对不会输给海上豪华邮轮 船上的驻舱总共有106间 每一间都是套房设计 让在船上工作的伙伴回到寝室后 能享有不被打扰的独立空间 同时为了不让施工音量影响到住的品质 船舱房间使用的隔板也经过简造认证 这样的设计思考就是要让船上的每一个人 都能把环海翡翠当成他们海上的家 巨大的白色建筑 耸力在传手 别看它好像没什么 进到里头可是别有洞天 虽然还在施工中 不过已经可以看见 驻舱里有不少新颖的设计 光是走到就不一样 一般设计上一般的船 都大概是一米的宽度而已 现在这个大概都一米三左右 走到的舒适上会比较好 房舱里的设备也让人眼睛一亮 在我们每个房舱里面都是用持扣感应的 未来只要持扣感应才可以进去房舱里面 那房舱里面进来也是跟饭店是一样 你必须要插卡才能通电 灯的明亮度还能依个人喜好做调整 依到客人喜好去调整它的灯光和亮度 房舱的空间设计以舒适为主 整个房舱像这个房舱是两个人住的 那每个房舱都备有沙发 还有一个咖啡桌 它有增加这种床架 是为了让人员在睡的方面更舒服 不只住居空间 房间所配备的厕所也有巧思 所以每间房间它也是备有一个独立的卫浴 那这个独立卫浴除了冷气外 它这边地板上都还是有地加热气 所以它未来到寒带的地方 一样是有暖气可以使用的 这也是我们台船建造以来 第一艘有地加热的系统 但人员想要好好休息 环境就不能太吵 因此隔音好坏很重要 我们所有的门也都是隔音门 所以你看像我们房舱只要一关照门之后 外面的噪音都听不到我们任何声音 那包含房舱每一个房舱的隔板 这个中航板也是有经过噪音的认证 要减37dB的噪音 所以隔壁房舱在讲话 这边也是听不到的 为了保持房舱内的安静 也有特殊设计 淘海特人对于噪音震动方面 要求非常严格 所以这一招也是我们第一次 所有的中航板 没有跟铁板地做任何的固定连结 它只有跟天花板做连结而已 那地板因为我们下面有青子水泥 所以整体都跟铁板壁 完全没有任何的连结 那也减少铁板的震动 影响到我们的壁板 虽然是海事工作船 但对于人员生活区域规划 一点也不马虎 环海翡翠伦的住舱空间总共有1800坪 106间的房间可以容纳160个人 这样的规模已经等同于中型饭店的等级 环海翡翠伦最多可以容纳160人 即便如此也不显得局促 就是因为空间规划得宜 而不同于一般的海上作业环境 环海翡翠伦还有专属的休闲娱乐空间 环海翡翠伦在设计上有一个非常特殊的规范 就是来到生活区 所有工作人员都要脱掉身上执勤穿的工作服 同时为了让大家有家的舒适感 在生活区里头还有健身房跟三温暖等等的设施 注重人进化设计 打造出舒适环境 身为台湾顶尖造船工业的结晶 每一项设计都是造船工艺新指标 虽然整体工程才刚完成不久 但是眼光已经放很远 我们完成了这造船的建造 并代表着我们造船的技术 不仅可以跟国际上并驾齐驱 甚至我们是超越他们 而在交船后 环海翡翠伦将立刻投入离岸风电工程 为台湾海事工程绿能发展 奠定强力的基础 经过近千日的淬炼 环海翡翠伦终于要展开新的旅程 那我要特别恭喜台湾公司的努力 虽然这艘船第一艘建造成员比较高 遇到阴晴 遇到雀功的挑战 那前面会有比较多的资本投入 但未来这艘船是身材工具 会赚钱 当年取这个环海翡翠 取了两个意思 一个是绿园 另外一个找台湾最高的山玉山 所以把他民族就叫做 这个民族已经叫三年了 但是按照传统 今天我们还是要恭请我们的王副长 给他正式的赴一个民族 这艘船动工的时候我就来了 那今天看着他完工 我非常的高兴 这艘船对海船 对我们的离安风电的海事工程 有多么的重要 历经四年的辛苦的努力 环海腿碎号GreenJade 终于今天交船 那么这有三个重要的里程碑的意义 第一个这是我们造船技术的里程碑 第二是我们海事工程的里程碑 第三是我们离岸风电建设的里程碑 我要特别谢谢台船的团队 那么全力以赴 那行政院跟经纪部 从来没有怀疑过台船的能力 未来也会坚定的支持 请大家放心 我心怀喜悦 为气于非凡的你 命名与执平 我由衷祝福你 起航以后乘风扩浪 永远平安航行 一帆风顺 斑斑满载 现在我正是命你的名为 海北翠伦 这位同事当前现在各位的影响 向下之友的花开 同事由加入 将军代表参与 可对 还向御航新未来 可以 命名完之后 就要进行重头戏 直屏祈福仪式 用斧头切断细绳 连接绳子的酒瓶 从船首上方滑落并破裂 酒瓶越岁 代表越平安 而这个仪式 未许由女性主持 担任庇佑者 祝福船只的未来 一帆风顺 因为第一次建造这个海冲船 而吃进骨头 好在台船工程人民 我特别一个特词 非常的坚毅 他们发挥了 无比坚人的智慧和毅力 终于把这一艘台船 自建堂以来 造价最高 工项最多 技术难度最高的 施工危范 最特别的船 终于完成 我要以台船环海 跟台船公司双重董事长的身份 由衷地感谢 台船的魏正式总经理 所率领的台船施工团队 面对所有的管理面 和技术面的困难和挑战 带领台船员工一一克服 才有今天的一个结果 我们今天很高兴 看到这艘船的完成 让我们的离安风电的进度 会越来越加速跟顺利 那在这边特别祝福海船 祝福我们这艘船 可以顺利来扶行 我相信它会是我们 台湾的光荣跟骄傲 在我们进行能源转型的过程当中 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再一次谢谢大家 这艘全台最强海工船 肩负国家使命与众人期待 航向能源转型的新里程 从陆上走到海上 台船完成挑战 为迈向海洋国家的目标 打造出耀眼舞台 展现台湾的无限可能 经过三年多的努力 一千多个日子的淬炼 台船完成了国家交付的使命 完成了这艘世界第二 亚洲第一 台湾唯一的海事工程船 虽然我们没有相关的经验 但台船靠着团队合作 全员投入 完成了这项不可能的任务 这对海洋立国的台湾来说 绝对是绿能战略的延伸 能源转型的最强战力 我是黄家伟 感谢您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